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 两个独立母体的中位数的检定 我们使用的是Man-Whitney-U的方法 Man-Whitney-U的话的test是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方法 它的目的其实跟Wixen Ransom Test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针对两个独立母体的检定中位数 那么它只是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一样 后面就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最主要是统计量不太一样 那它也是一样 就是跟母数的部分来说 就是独立样本体检定的一个对应 那做法跟Wixen刚开始 完全一样 先算出了Wixen 1 就是第一个的样本的等级核 Wixen 2 第二个样本的等级核 我们全部排序完了以后 算出了等级核之后 它比较麻烦 它要先算出U1 所以叫做Man-Whitney-U U的话呢 U1是怎么算呢? N1N2都一样 这个加上N1的部分 这相当于是N1的 这个是总和 再减掉W1 U2呢 这是一样 相乘 加上这是N2笔的资料 按照顺序来算的话呢 应该是从同算到尾的总和 再减掉W2 这两个统计量 然后呢 我们取其中较小者 叫做U 这个U 最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U 来去做一个检定 那么检定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小样本 查WixenU表 U表 这个很少用 因为怎么样呢 只要是一组样本 大于10 就称为大样本 那么 几乎没有少到说 比10还小的样本 如果样本这么小 其实也不是很准 所以大部分的资料 我们也不会说取在10以下 再过来 就是说 U 这个统计量的话呢 它 服从什么呢 Normal 它的 这个平均数 就是期望值 是二分之N1N2 它的变异数 是十二分之N1N2 乘上N加E 这个跟Wixen 一样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最后 我们要用的是Z 来做检定 那一样的 就是U 减掉 这个是什么 期望值 除以它的什么 标准差 就是 标准常态分配 好 我们学会了这个以后 我们后面做表的话呢 就简单了 我们再把重点 再跟各位同学提示 重点提示说 第一个 独立母体的比较 这跟Wixen Rank Sum Test 是一样的 注意 样本数 有没有十 再来 统计量 U1 是这样算的 U2呢 你发现是什么 都一样 都对称的 我们 我们要找小的 小的来做就对了 它的 提望值 是这个 它的变异数 是这个 然后 再转换成Z 就可以做了 那么 我们来做个立体 同学就会更加的熟练 我们来看看这个立体 这立体是说 服装设计公司 推出了两款的服装 第一款是几何图案的 那另一款的话 是风景图案的 现在这两款的话呢 一共都找了21位model 作为代言 现在评审对这21款的服装的话呢 作为一个评价 那么 它现在要我们是 在显著水准0.05之下 用Manhwini的 这MW的话呢 指的是就是这个MW Manhwini的U的方式 去做检定 检定什么呢 评价相同 还是评价不同 其实也就是 检定它的中位数 是不是相等 那么 我们现在对这一些资料 我们要准备怎么做呢 混合在一起 先抓到里面分数最低的 给它倒数第一名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59分不及格 这是1 再来看看59以上 没有50几了 那就看60分 有没有60呢 有 这在这边 2 6字头的还有没有呢 有 在这边 62 这是倒数第三 给它等级是3 再过来的话呢 65 再来还有6字头的吗 有 有67 6字头的 还有 69 69完了以后 就没有6字头了 就7了 那就是 7 7完了以后 70 看看有没有71 没有 那就72 72 完了以后呢 再来就是7字头的 7字头 我们看到什么 有一个是77 再过来78 注意哦 78 这里是不是有两个 所以应该是 它要平分 第10跟第11 可是 这两个的话 10跟11到底给谁呢 没办法均分 那就只好 一人给10.5 这也是10.5 然后再下一个的话 就变12了 12在哪里呢 在这边 已经上了8字头了 好 再过来 8以上的话 这边看 还有多少 85 85又是同分了 所以是13 14 所以13.5 13.5 填下去 14完了以后 就是15 15 那就在这里了 因为86的话呢 这边是不是 也有一样的 86的话 也有两个 86 86 再过来的话 8字头的 已经没有了 那就90分了 17 17 再过来呢 这边就18 再过来 19 再过来 20 再过来 21 好 我们全部标 完了以后 我们就算出 它的等级的核 这边是等级 现在就将这个 这一列 全部加起来 15.5 计算机按一下 我们算出来 W1 是多少 这是W 就等级 Wixson的一个 等级核 W1算出来 是160.5 这个的等级核 多少 我们算一下 这都比较偏向于 D 我们算一下 是多少的 W2 是几 70.5 算完了等级核 之后 现在我们准备 要找 那个 U 就是我们的 Mahony的 这个U的值 现在有一个 先找U1 U1是N1 N2 再加上 二分之N1 这个 再减掉 这个W1 好 N1是几 N1是10 N2呢 11 10笔资料 那这个N1 请你同学也带进去 带进去 W1是用160.5 来我们算一下 这是110 这个的话110 那所以是55 再减掉160.5 我们算出来结果 4.5 下面我们再算U2 U2跟U1的话呢 只是这边改变而已 换成2 这边改成2 那么继续算下去 这边是一样 10乘11 这边就变成11乘12 这个要算出来是 70.5 来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这是多少呢 这个减的比较少 所以这是 这个字就比较大了 105.5 那么U是多少呢 U是取两者之 较小者 所以U是多少呢 4.5 4.5算好了以后 我们还要再算什么 U值算完了以后 要算U的 它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做 期望值 期望值是多少呢 是2分之 N1N2 所以这边是多少呢 55 这个我们要用 等一下 因为我们要把它转换成 标准常态分配的时候 要用到 再过来是 它的Sigma 它的Sigma是 12分之 N1N2 然后这N加E 所以这边是 10 11 这边是 22 N1N N是指的是 总共的比数 所以算出来是多少呢 Sigma算出来了 好 那现在我们准备 要进行的是 统计的 转换了之后 来去看 它的 这个 检测出来的 Z值是多少了 来 Z等于U 减掉 它的 平均数 除以它的 标准差 那么 算下去 这个地方 U是指的是 4.5 U是指的是 4.5 小的那个数字 减掉 55 除以 14.2 我们算一下 得出多少 负的 3.56 那同学要知道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不用再画图了 我们看一下 选中水准是几啊 0.05 单尾 双尾呢 我们采用的是 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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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尾 Z值是几 Z值是正负1.96 这边是负的 3.56 远远的去 小过于 负的1.96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 结论显著 显著是什么意思 我们 拒绝 H0 拒绝 H0 就是两款的服装 评价 不一样 确定是真的 评价不太一样 好像 真的 不是很相同 而且我们也肯定的说 上面的那个应该比较好 上面那个是风景图案的 我们显然的分数 远远的去高于底下的评价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 Manhuni的一个方法 这个叫做MW法 其实它跟Wixson是很像的 所以 有很多的版本的话 他们就直接说 这是叫做Wixson Test 也就是Wixson的话 Two Sample Test 其实 很像 Manhuni的话 跟Wixson的话 只是插在一个统计量 用的不太一样 其他的观念来说 都几乎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看一下 他好像比这个Wixson 稍微多做了那么一点点 就是 还要再去算出一个view 那么 这里的这个统计量啊 或者是什么 要需要熟练 所以我们多做一些练习 同学的话呢 做习惯了以后 就会记得住了